这天真的是热起来了 为啥呢 因为我走在这个楼梯口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一点凉快嘛 这里越凉快说明外面越热 先把卫生给他搞一下吧 这里面的水都喝完了 刚刚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然后的话我再去再去搞点水 哎呀这个水是真的是不够用啊 这个水 来再来点 给你这里面来点啊 给你那里面来点水 给你水给你背的勾勾的啊 我怕你渴到 我再给你搞点水啊 再来点啊毛毛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好 过两天那个 那个剪毛的那个剪刀啊来 到时候我给你毛给你剪一下 好啊 到时候毛给你剪一剪 小家伙 他又拉到这里面了 尿到里面了 我把他这个又颠了一下位置 给他换了一下位置 把槽干的一面对着他 嗯 就是这样 嗯 你尿你出来尿吗 怎么老是尿到窝里面呢 是不是 慢慢腿就好一点了 再给你搞点水啊 来吧 又是一碗水 对吧 这么多水 差不多了 够了 又打滚了 是不是啊 昨天我是不是看到你打滚了 四肢朝天在那打滚啊 舒服的 不要不要的 是不是 嗯 把昨天给他的盖片都吃了 嗯 刚才抖的时候 又抖出来了一点 嗯 再吃点吧 再吃点 再吃点吧 刚才今天 最近这两天都没跟他拌活头肠 估计他吃着有点挑剔 嗯 有点不得劲 嗯 慢慢熟悉就好了 不能老是吃活头肠拌这个 我觉得活头肠也不是啥好东西 我觉得 嗯 慢慢吃吧 慢慢 反正能够接受狗粮了吗 对吧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是吧 嗯 吃吧 反正他每天他的毛都在往外面掉啊 每天都会掉毛 我倒是希望他能够自己把毛全部掉完了 就最好了 嗯 因为他吃过狗粮之后啊 就比如我老娘家那个狗 就是老狗嘛 之前那个狗的毛很乱的 后来吃过狗粮之后 他这个毛啊 会慢慢慢慢的就是 蜕变 就是老的这个毛发可能会被新生的那些毛发给顶下来 就是这样 嗯 你看他还专门挑硬的吃啊 还不喝那个泡在水里面的 嗯 那狗就很奇怪了 是不是猫猫啊 嗯 好吃呗 哎呦 好吃啊 嗯 其实这个狗还挺漂亮的 其实他身上的毛的话应该是黄白霜色的对吧 黄白霜拼的颜色应该是 嗯 你看那背背部对吧 他背部比较干净哎 就是他尾巴那里比较干净 就是那个黄白色的吧 对吧 就是黄白色的 没事没事 嘿嘿嘿 没事没事 吃吧吃吧吃吧 背部就是黄白色的 嗯 就是头这里有点乱糟糟的 对吧 估计这个黑也不是他本身的黑 黑的这个黑的话应该是他那个 沾上去的不干净的东西 对吧 就是这样 你看都是水啊 围绕在你周边的都是水 走着走着 他这个屁股这里 拉出来了 拉把拔了 拉吧拉吧 拉好我给你清理一下 进去了 嘿嘿嘿 嗯 我再帮他把那个拉出来的 那个再帮他清理一下这里 估计他吃的也差不多了 吃饱了对吧 嗯 本来就是说我打算就是之前嘛 就是那个给那个笨笨住的那个狗窝嘛 我没拆之前 其实当时我想着让他住的 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 首先那个狗窝的那个门啊 不是很大 嗯 也不是很方便 第二就是这儿狗就是 他行动不方便嘛 他可能会拉到里面 如果对吧 那个木板的话 他在那里面就是会造的造成非常的脏嘛 在尿到里面非常的脏嘛 对吧 是这种的话 就是这种 这种植板的这种的话 他会有吸收性嘛 对吧 会稍微好一点 就是这样 嗯 就是这样 然后我给他清理一下吧 里面给他清理完了 那边准备了四个碗啊 有三个碗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水 因为刚才那个第四个碗里面的水有半碗啊 我加到另外那个三碗里面去了 然后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嘛 就是说想着什么时候 要不要把这只狗给接下去 接到一楼去 嗯 就就有点有点犹豫嘛 对吧 大家可以说一下意见啊 到底就是一直在这上面养着呢 还是说给他接下去呢 因为接下去的话有风险嘛 嗯 下面可能不是很干净啊 就是这样 因为那两只狗生活病有抗体了嘛 但是呢 这只狗是一只大狗对吧 一只老狗 他应该能够抵抗住这些东西吧 对吧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啊 就是这样 在下面的话 就是照顾他的时候也方便一点 如果他再跟那两只狗玩的话 就可能心情也会好点 是不是 就就可能 他可能是公的 我个人猜测 我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 他到底是公还是母 就就就就很奇怪啊 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说一下 说一下意见 嗯 他这上面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啊 有的说他是什么会露天啊 其实他不是露天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之前我拍的时候 对吧 镜头都是对着这里的 其实他这个上面对吧 是有棚子的 对吧 对吧 有棚子的 基本上 太阳也会晒进来 他如果想出来晒的话 也是可以晒到 他不想出来的话 就躲在里面 基本上也会遮挡住风 遮挡住雨吧 对吧 就是这样啊 嗯 他吃饱喝足 到里面去休息去了 就是这样 嗯 行吧 那我就下去了 说实话 昨天就想到 就是 昨天他那个 在那四脚潮天啊 在那在那 特别的 特别的兴奋 在那玩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里面 是有点感动的 说真的 当然今天没有看到 今天他可能 想休息啊 就有点遗憾啊 两个校祖宗 嫩俩是敢杀的 嫩俩 哎呀 可不敢再拿到这了 知不知道啊 他不敢再拿到 这个上面 知道啊 只稍给我 保留一点 死人空间 种种 啊 不对劲了吧 不对劲了吧 安生了啊 这个狗啊 怼他一次啊 安生多了啊 不挑事了啊 这个狗 其实是相当聪明的啊 智商和那个 情商都是相当高的 他知道啊 他不像别的狗啊 你揍了他 他会害怕你 对吧 他不知道你 为什么揍他 对不对 这个狗就是 你骂了他 说了他 对吧 然后他犯错误的地方 你让指着他一看啊 他就知道啊 到底是 咋回事啊 他知道错在他 对吧 不是说无缘无故要 对吧 我们要怼他一顿 对吧 没必要 对不对 无缘无故 怼他干嘛 是不是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对不对 毕竟还是个宝宝 对不对 说着说着啊 你 你又欺负你家小弟了 就没有一点 当老大的样子 说实话 真的是 本来小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他屁股后面跟他混啊 没想到这个老大特别不正经啊 就喜欢就是调戏小弟啊 你说这只小弟就很无奈了 对不对 打打闹闹吧 打打闹闹也好 反正就感觉这个小黑的身子就感觉很奇怪啊 就好像这大兵出去之后是长大了 对吧 就感觉变瘦了 变苗条了那种感觉 不像之前奶胖奶胖的啊 变得瘦长瘦长的 吃饱了也是瘦长瘦长的 嗯 就有点熊啾啾气昂昂的那种走路姿势一样啊 尾巴永远都是上扬着的 战斗力十足啊 嗯 好好的你俩啊 今天好好的 我再看 我再看你俩今天的表现 知道吗 主要是看笨笨你的表现 知道吗 嗯 嗯 你看我 我说看笨笨表现 这个小黑又怼开了 哎呀 我说他俩相爱相差还不相信 你说是不是相爱相差啊 真是吃饱的撑着俩 俩过 我谁也不帮了 你俩还咋咋的啊 我是看不下去了啊 哎呦 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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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